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当时那个年代是没有这样的电影的 现在的景品没有以前的尺度大 感受不到那种热情和义气 我没做大哥很久了 很符合中国人的内心需要 非常喜欢这样的片子 近日由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主办的第五届香港电影展 电影黑白胶间民众英雄为主题 聚焦景品片这一集去生命内的电影类型 你选出十部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带给上海观众 10月21日 在上海白美会影城举办的开幕仪式上 两位香港景品片创作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 风云导演李颖东 与金马金像双料影帝李修贤携手亮相 给全场影迷带来一份惊喜 两人三十年前合作的经典影片《龙虎风云》 这次被选作影展的开幕电影 当年李颖东凭该片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 而一向在荧幕上饰演正义警察的李修贤 也在眼神中破黑荒地贡献了自己冰附性的演出 我的臭男就给了李颖东 我是第一次做贼 就是这部龙虎风云 你在找死 我拍戏那么久都没有做过反派 就是李颖东导演 他胆是大 他敢叫我做贼 你太像了 林颖东的这次大胆佣人 曾在香港影坛传为一时佳话 而今三十年后又在大荧幕上重温就做 他对李修贤的演技也有了新的发现 我以前都没有觉得他怎么好 三十年后 我今天在这里看 哇 原来李修贤真的很好 很潇洒 很并爽 硬啊 我当年实在太偏心了 我的镜头太多给周润发 他太少 但是他每一个没详细呢 真的可以 讲得出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作为港产片的经典 又有李颖东加上周润发 李修贤 孙悦 三大影帝的黄金阵容 龙虎风云的幕后 自然有许多内地影迷关注的焦点 两位影坛大咖 将当年的经历向观众们文文道来 那些沉野往事 今天听来也不乏传奇色彩 哪一天要清一层 满下现场上周 你拿了四百万去拍就片是吧 我想如果自己决定拍什么 就应该先考虑我自己喜欢看什么电影 那么请这一天 原来是我一直喜欢看电影 那么刚刚打开了一个新闻 你会看到有一个打劫的事件 那是当年最滚动香港的一个结案 就是叶继团 哦 他们拿了AK47 在官房连续打劫七个地铺 影片的结尾 由于打破了传统警匪片的正邪结局模式 令观众们对导演的创作中中被感兴趣 那为什么那种不信念打击死啊 他抓了嘛 对嘛 他留下来更痛苦 这样让你下来 这个人物呢 因为莫迪 他想做的 他不能做 所以跟我当年 因为我前拍这部片子 之前我拍了四部 都是戏剧 这戏剧不是我想拍的 我不懂拍戏剧 也不看戏剧的 所以那个心里面呢 总是很愉解 那么呢 我就把这个无内的情绪 我就投到中人把身上去 把死 就把他打死了 他不会有快乐 有大事 而李兴贤的角色结局 李兴贤之前太过深入人心的警察形象 而在观众中泪出笑话 以至于他后来再也不敢尝试同类角色 看完这个戏的时候 警笔人啊 记者啊 擅长玩了 都在问 我是卧底 我都快死了 他还做我是卧底 我不知谁 我其实监狱风云就是想搞他的 他推了我 一叫他叫我马上去坐牢 再出来我做警察别人相讯 没错过牢 在上个世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 林领东和李修贤 以不同风格行走于荧幕上的黑白森林 在景北片领域独树一帜 各举千秋 今次两人同台交流 言谈之中自然而然地渗透出 在他们电影中也热衷表现的那种英雄相惜的意味 拍景北片 李领东导演是我心目中一个偶像 他终于讲出来了 我拍这个诗之前呢 有这个诗景北片吗 我 我想有两个导演 我就要小心 一个就是李修贤 他就是拍景北片 好厉害的 公婆 还有一个王家范 都是好厉害的 其实都不能比跟领导 他有他的风格 我拍我那个 就是小制作 小演员 没有什么影帝啊 什么最佳的导演 没有 我都是很写实的 生活的一些片 他那个电影的感 感觉 里面那个英雄感 质感 都有了 他拍动作片 这个时光 这个 蛮人的激情片 激情片 激情片 两个好的导演在前面 那么我找一个出路嘛 我找一个出路就是我又强化风格 我就又从音乐部分啊 现影啊 镜头啊 这些 还有呢 加一点浪漫 所以有 浪漫的 有女生洗澡 胡佳丽在洗澡啊 脱衣服脱皮子 他都有 我练习没有了 不管有没有浪漫 也无论制作的大小 今次的香港影展 汇集了各路风格的景北片经典 一定能让你大饱眼福 不仅有李敏东和李修贤最著名的作品 还有吴宇森 顾其风 王家卫的都不大表作 当然内地影迷对这些电影并不陌生 因为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港产片和港新闻就已蜂蜜内地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在那个年代 我们并不是从大荧幕上 认识当年那些偶像的 在九十年代 每一个城市 都有很多移民跟我说 这个是路向的修衍 因为我以前所有的电影 我都没有迈过进来 全部是盗版的路代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在戏院看过我的戏 结果叫我 路向女师前 谢谢大家 时过境迁 路向天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 目前已经推广到八个城市的香港主题电影展 让我们今天能有机会重新在大荧幕上感受那些跨越时代的经典魅力 以前是在路上看路上带看这部片子的 然后人在大荧幕看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 比在电脑上面在电视上面看那个感受强烈多了 因为大荧幕把很多细节都展现了非常详尽 所以说感受到电影这一间的魅力 我觉得很感谢百美慧 因为去年在这边看武侠展 今天在这边看金鲍天 希望明年才有更多更好的这样子的香港经典电影回顾 因为觉得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很开心 而且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香港电影带回到二九十年代 带回到二十一世纪 感谢观看